黄元罕见发火和赤犬大吵一架 陆飞举办宴会 出发巨人之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万军 海贼王1124话已经更新 精彩不容错过 北夜市鬼之者大河 代为参败金道河第十二话 大河救下了一名 差点被绑架的女性 但绑匪却逃入草丛 只露出半个身影 似乎绑匪是一位女性 大家觉得会是谁呢 目光来到世界经济新闻社总部 来吧 伙计们让世界沸腾起来 大事件接踵而至 让我们传播恐惧吧 最糟糕的事即将发生 读者们都在等待 即将到来的世界 你真耳心 贝加庞克明明传递了希望 小姑娘 你敢干扰我的舞台 小心我揭露你的行踪 哦 我是不是戳到你的痛处了 你这个大嘴巴的骗子 聪明人不会相信你的谎言 好了好了 微微 要是惹怒这个人的话 我们就没地方躲藏了 我觉得现实很有趣 世界要沉默了 哈哈 天空可是我居住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 这是我的时代 公主 如果你保持这种态度 以后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才不会呢 如果世界真的要毁灭的话 我不认为只有我会留下来 看呐 这里还有源源不断的大消息呢 四皇黑胡子 VS 特拉法尔加罗 四皇红发 VS 尤斯塔斯基德 四皇草帽小只 谋杀了贝加庞克 哼 你这个大骗子 目光回到弹头岛 海平面停着许多军舰 而一艘小船 正惶惶死离弹头岛 原来 床上的人 正是战桃王 由于贝加庞克的死亡 战桃王还泪流不止 同时 弹头岛上传来 海军总部的电话 怎么没有人说话 全都死了吗 其实 由于海军都陷入昏迷 现在唯一能动的人 只有黄元 他也缓缓拿起电话 从 真是防人啊 是你接电话了 黄元 其他人怎么样了 撒谈圣呢 他最好平安无事 还有龙和炉和逃犯们 现在都怎么样了 一个逃犯都没留下 而海军现在都在睡觉 嘴里含着泡泡 等大家起来后 我会让他们 给你汇报具体情况的 你最好不要在那 伤心恶意的做事 黄元 喂 四犬 你曾经杀死过你的自由吗 听到黄元这句话 刺犬似乎明白了什么 沉默不言 画面中还出现了黄元 和贝加庞克的初次相遇 你的头好大 初次见面 很高兴见到你 我叫波鲁萨利诺 是一名海军 你能付多少钱 什么 这次逮捕 是为了好看吧 你真正想要的是我的脑子 那么 你能为他付多少钱呢 呼呼 你真是个有趣的人 随后 画面又来到多年后的弹头岛 那么这个岛会变成涂上这样的吗 我打算把他命名为 艾格赫德 我要创造500年后的未来 请帮帮我 波鲁萨利诺 嘿 我现在已经是海军上将了 你知道吗 最后 画面定格在黄元 一键刺穿贝加庞克 他的墨镜中 清晰地映出 贝加庞克 倒在雪坡之中 我很软弱吗 没完成任务吗 沙卡司机 如果你有时间来质疑我的能力 不如你亲眼过来看看 你这个臭小子 想不到 黄元竟然罕见地对刺犬发怒 他为自己杀了贝加庞克 而悲伤到 替势横流 对此 刺犬陷入沉默 只能低声道歉 我很抱歉 兄弟 闭嘴吧 现在说这个太迟了 另一边 艾尔巴夫号和沙尼号 洋放在大海上 怎么变安静了 不是要办个宴会吗 他们只喝了一杯 嗯 陆飞很郁闷啊 我觉得他在自责 自己没有实现目标 原来陆飞没有实现的目标就是 带贝加庞克逃离弹头岛 大家因为贝加庞克的死 都没心情举办宴会 吴老星 一名大将 CP0 刺天使 战舰封锁 我们能逃出弹头岛 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吧 我非常同意 但是 太丢人了 那些混蛋 明明我们成为了海上皇帝 却连一个老头子都保护不了 就在这时 莉莉斯突然从昏迷中苏醒 你醒了 太好了 谢天谢地 莉莉斯 你还好吗 莉莉斯 这样 这时 莉莉斯的耳机中传来了特殊的声音 乌索普 这是为他介绍现在的情况 我们正在巨人的船上 所以东西都非常巨大 虽然很难开口说这件事 但你是我们救出来的 唯一一个贝加庞克 阿特拉斯之前打了你的头 把你打昏了 没关系 我都明白了 我刚才听到了所有的一切 听到了 是谁说的 别问了 现在就让我哭一会儿吧 欢迎未落 莉莉斯就开始嚎啕大哭 话说你身上哪部分才是邪恶的啊 之后莉莉斯很快恢复正常 我饿了 心情好的也太快了吧 请巨人们准备点小水果吧 此刻莉莉斯还在大脑中确认 她已经和约克断开了联系 接着大家准备一起吃巨人的超大水果 啊 餐桌上的气氛很阴郁啊 原来是露菲正在散发哀伤的情绪 可恶 我明明答应过要求苹果大叔 露菲也受了重伤 心情很低落 到现在她也就才吃了五串巨人的葡萄 那也吃了很多了吧 随后莉莉斯开始阐述死亡的观念 我之前也为每个人的死亡而痛哭 但那只是你们观念中的死亡 简单来说 我们所有人都还活着 我们只是在你们的定义中死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被莉莉斯的话震惊 什么 他们变成鬼了吗 啊 好可怕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啊 我想说的是 你们履行了约定 所以没必要再悲伤了 露菲 没想到 听完莉莉斯的话后 露菲立刻恢复 长茂小子 你恢复精神了吗 喂 巨人们 谢谢你们来帮忙 不客气 你有干劲了吗 把好吃的拿上来 还有酒也要 就这样 不再悲伤的草猫一伙 终于和巨人开启派对 我等很久了 尽情吃吧 同时 罗宾激动的抱住乔巴 去爱尔巴夫的话 沙乌罗会 那可太好辣 罗宾 贝加旁哥说 找到大秘宝的人 将会改变世界 你觉得谁会得到one peace啊 喂 我可是为了这个才出海的 随后 在一张巨大的跨页中 长茂一伙 莉莉斯 巨人族 团聚一处 举杯荒庆 就算是你们要阻止我 我也绝对 当然是那个 会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就这样 长茂一伙的船 向着东北方向死去 去往那个憧憬已久的 巨人之国 而在新世界的爱尔巴夫岛上 一位笼罩在阴影中的神秘巨人 正在等待着 长茂一伙 来吧 好了 以上就是海贼王 1120话的完整解说 长茂一伙 终于开了一场大宴会 大家也向着巨人之国 爱尔巴夫前进 那么 你觉得 那个神秘的黑色巨人 会是谁呢 期待一下后续的故事吧 漫画下周休刊 下下周再见啦 最后 喜欢视频的话 拜托点赞三连 转发关注 支持一下吧 这对我真的特别重要 谢谢大家 拜托啦 拜拜